小时期生祝大家新年快乐 昨天弄到这里 今天要开始先把这边附了 把便当盒装回去 水管装回去 水管回去便当盒回去 然后化油器 对化油器最后我们再来调整它的封门 今天就先把这边都附了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修后袋 因为它那个扇形齿轮间隙蛮大的 轻空轻空的 我们要把整个后袋分解开来 然后把中间的那个凤梨头的扇形池 整个全部细拆 然后自己剪红电片 因为厚度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同一面都要自己剪 然后就把电回去到应该有的位置 因为我们来说那个凤梨头 我们齿轮的凤梨头是这样打 它在走的时候它会这样卡卡卡卡 这里间隙会越来越大 然后我们会剪铜电片把这两个主持轮往中间垫 让它间隙变小 哦让它接上去 对对对让它接上去之后它的 有力空间就变小了 就不会有那个碰撞的声音了 后单后驱车几乎很多都久了都会都会踩着这个问题 对啊 那我们就先把这里先复原 好上吧 上吧 这个风扇是不是要加什么 呃我们 到时候看一下它的因为这个水箱已经是厚的了 嗯 我会比较倾向改成离合器风扇 离合器风扇 对可是先觉得条件像我们先看它这个散热条件 够不够 嗯 对因为其实离合器 早期 八几年的树立其实原本就是做离合器风扇 嗯 然后后来到90年GL的时候他就把它换成电子风扇 那可是因为 试过进迁了这么久了 它的散热条件是不是能够符合现在的 天气 天气 我们在在最后再做测试 因为现在结合器装回去嘛 嗯 因为当初它被 截扎掉有可能就是因为它温度过高 嗯 所以它被截扎掉 看都修了 啊 修掉了 都生锈了 全部一层 锈斑 啊对我们等一下现在水管拆掉啊 因为原本 小师哥有说它冷气不冷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用仪器稍微看 因为现在 里面应该冷媒都漏光了 将近看它其实压缩机 上面也是湿的 嗯 我觉得我们等一下趁水管还没上去前我们补一点冷媒试试看 是不是这个压缩机如果有漏 如果有漏的话那水管 水管就先不上了因为到时候我们要拆压缩机 水管要再拆一次 因为这个 这个车冷媒是用R12 然后因为R12现在很贵而且很不好卖 所以我们因为测试我们就去补一三四下去用它 测试了 到时候 全部弄完之后我们再灌新的R12下去 测试我们现在在测试大西的时候它是不会叫 然后也没有任何灯号 真的没有灯号 对没有灯号 如果它有露的话露得多寡它会显示在这个测试上面 确定压缩机有在测试 确定压缩机有在测试 所以水管就先不要上 让我们压缩机再叫一台回来更换 所以我们就继续代料 我们就做下一 下一个 昨天有说嘛那个 我们现在已经分家了嘛 我们先把它弄好之后 我们把便当盒再装回去 对 阿泰山要吃饭吗 好啊 来我们干净的甜甜圈一个 好干净喔 对它很新啦 其实这部车 中框以及这种框都很好 飞气管 对飞气管然后都要先接回去 这管子都要先接回去 然后我们把甜甜圈放回去 好 盖子看一下 好扣起来 这部分就完工了 那我们现在就顶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后袋要怎么修 那现在上面我们现在看到这边 都有油汁嘛 这都在剩油 然后这个没有 卸油螺丝 那就是这个塑胶盖 就是软的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挖开 这些螺丝 全部拆掉之后 把这个盖子拿出来 中间有一个凤梨头 那这两个轮圈轮轴要 往外抽 轮轴要抽掉之后这个才拿出来 然后我们主要是要修 今天要修这个里面这个销齿轮 我们现在先把它 拆开 拆一种旧螺丝 我都不会用 气动工具打 那又很容易 对很容易滑掉 那因为 我们在拆的过程中 你就知道这个牙顺不顺 那如果你用气动工具或是一些辅助工具 在拆的时候 如果牙不顺你到时候 装的时候就完蛋 你可能牙就崩掉了 所以 我们从楼到尾 你看我很多的螺丝我都是用手转 对 就是转到 去感受一下它这个螺芽是正不正常的 尤其是老车其实很很难去避免说它 看起来是好的 可是你可能转下去就坏了 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转不下来 有啊常常会遇到转不下来 就要加工 或者是转了这个 螺母圆掉了 然后变成我们要加工 就是一个把它 用 点菇 把它螺芽重新 点一个投出来 最调整的鱼钱去加 让它去转 那如果牙已经很短了 我们就必须要用那个 电焊 打一个投出来 然后再焊一个螺母 辅助它再去转 因为你在焊的过程中 这个螺丝是会加温的 它表面上面这个里面的那个螺芽 它有可能因为高温下它的 锈斑会去 分解掉 对 就不会咬的这么死 很多人会问你问我不找学徒 我不敢不太敢请学徒啊 因为学徒 不能说他不用心 只能说 他们会觉得 对很麻烦都要用手转 我可能就用工具直接打 一打完蛋了 他把牙打坏了 我后续要 更麻烦 要修更麻烦 对 小诗哥有提到说 为什么这个车刹车 为什么自动力不好 包括手刹车也不好 嗯 它只有一条缸锁 从这里 从里面车内拉出了一条缸锁 到后面 先拉 左边 再拉右边 所以它是一条 一条去连动 你看 我这样一拉 他是先拉那边 这边是被 被他带过去了 对 所以你的 自动力 就会不好 对就会比较差 那现在车就是 一条缸锁中 车 前面他就分成两条 出来左右拉 嗯 他不是只有靠一条去牵引 对 所以自动力就差蛮多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修的主角 凤梨头 你看他现在间隙 游离间隙很大 嗯 那我们现在要 电的就是 中间这个 这个小尺跟这个大尺 这个小尺它会去 连动前面这里 我们把它间隙电小之后 这个大尺 也要电 它就 游离间隙就变得很小 对 那我们要拆这个 这个凤梨头下 左右的 环动车都要脱开 嗯 好 那我们现在拆轮胎跟 拆刹车 它当初有换 有换过了 通常这个NUNA这个年份 这个刹车骨都会吃的 一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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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刹车分棒也是新的 刹车皮也是新的 赚到了赚到了 刹车 好我们现在两边都取下来然后再就拆中间的头 嗯 这个拆开里面有一组胚瓶 嗯 然后因为这个左右边它有香味 如果我们这个中这边 培林到时候压的位置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进 就是 拆的时候就要看一下 左边是左边右边是右边 就把它分开摆 就把它放 对放好 相对的位置 这个如果你装错一样 你的ASOBI就会不 就会不一样 就不一样 对所以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拆这个齿纹下来修 这组齿纹下来跟这个外圈 好 然后 一样它去洗干净 去洗干净对 我们等一下会这边会剪一个大的 嗯 然后 这里面会剪两个小的 它这边里面有个 你看我们现在看这里 这个垫片 还会这样跑 对 这个这样跑它这个 齿纹间隙就很大 对 那一般这样可以撑多久 通常这样垫完 应该撑了五万公里 没有问题 哦 对主要还是开车习惯啦 如果你 你正常在 行驶不要去二操 什么 长破退档啊 或者是 急踩急放 通常跑十万是没有问题的 哦 哦 这一箱子就出来了 嗯 这箱子有点受伤嘛 所以我们刚刚有敲有一段卡卡的 下不去 等一下把破片找出来 往下破片在这 它破掉了 所以刚刚难怪敲不动 断掉了 对它断掉了 哦 都破了 这个就是它的 持了原本的垫片 嗯 它破掉了 它应该是圆的 是圆的 对它现在只剩下三分之一而已 很奇怪的形状 对 不规则形状 所以这间隙 太大了 这个久了它 齿纹一定会磨损 刚刚这个破片是在这个半圆形这里 它是垫这里 那因为 都不见了 所以它 间距才会这么大 都不见 通通都不见 它要两块 左右都要有一块 已经消失了 对它都消失了 那这个东西 买不到 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拆 拆一颗这个来 取它这个 嗯 它应该完整的是长这样 然后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剩这样 差那么多 对它就是因为 间距太大 它一直在那边晃晃晃晃晃就把它撞破了 嗯 你得救了 我存了快十年 还有胡数颗厚弹 就这几片 就这几片 这样算多吗 这样算多了因为两片 两片就是一个厚弹嘛 所以这边有好几 也没有 四片嘛 对因为这个东西 不太会坏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早期很多车友都去改 甩尾 就把这个 三平尺就趴死了 所以我 拆下来我都把这个钢片留着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 不然这个 一颗钢 为了这个钢片要拆掉一只厚弹 所以是 两格一起换吗 对我们就 两格一起换我们量一下它的厚度 要厚的用 因为其实你的齿轮 伤的比较严重 这个是1mm 对这比较少的不到1mm 所以是每一个环节差一点差一点点就 它那个磁锯就变得差很大 μαce把铐变得来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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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現在兩個小的解決了 我們把它先電回去,試試看 我們先暫時穿著,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齒輪 然後它現在就沒有煎熄,還是有一點點啦 對,就是我們可能要... 電會不會太厚? 對嘛,它就深一點,所以我們可能再電一片薄的 上下再電一片薄的,讓它手比再小一點 那現在這個齒輪間距就很小了 它現在... 都不會動 對,都不會動了 它完全都不會搖 那我們就把這隻箱子定回去 然後等一下再來做這個大的 好,我們現在把箱子定進去新的 那這個已經斷了 對 距離不夠,我們就打新的下去就好了 這個要... 做大的,點點圈 一般會墊... 這個都墊飽的 墊飽 嗯,這個大概墊一片就可以了 這個是墊中間的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西巴格 出門在外只有盛撒司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粗胚先下去 然後因為它有... 有沒有,上面有六個洞 我們還要再開六個小洞 六個孔 都修好了 都修好了 對對對,我們現在再把... 把這個出去 對回去 對回去 這個一樣,我們現在鎖的這邊會比較緊 因為我們剛剛用凳的把它敲下來 對 那因為它這個... 密度很高 所以我們要... 對角鎖 慢慢把它逼回去 然後這個... 這一部分就不能用... 用氣動工具了 對 它會...我們一般叫囂張 它會跑...會斜一邊 所以就變成要平均鎖 OK 我們等一下就把它裝... 裝到車 然後搖一下它的間距 是不是... 電非常多 對 哦... 你看我們現在... 剛剛電了這個大匙啊 嗯... 就是裡面這... 這部齒輪 我們現在... 這樣轉... 它的收筆就很小 對... 它... 幾乎沒有什麼收點 對 就是它... 它一轉它就跟著走了 嗯...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把兩側的... 傳統軸插下去 就完工了 然後我們現在把... 用側的先放進去 就是我們如果... 就看得到它的轉 對,我們這邊轉它就跟著轉 就是它已經...已經吃上去 好 好... 我們兩側都... 裝完了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如果轉傳統軸 它就跟著轉 哦... 你看這間距這麼小 嗯... 對啊都不會晃 然後... 傳統軸這裡也不會剛剛... 來我們現在抓的 嗯... 看一下拍傳統軸這邊 這邊走它就跟著走 就沒有剛剛那個... 你看我現在轉那麼大力 嗯... 沒有聲音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一整天的勞力就給... 這個鳳梨 金鑽鳳梨 收成了 收成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這邊稍微清洗一下 就... 先把它蓋回去 對,因為這要打膠啦 嗯... 這邊因為它原本也是... 也是紙的墊片 對... 那我們稍微清洗乾淨之後 就打膠先黏著 然後... 等明天稍微膠乾了之後 我們再...再打油進去 對... 對... 啊...這個也要上... 對... 刹車皮這邊我們等一下就直接在... 直接做清洗 然後再把... 刹車皮放上去之後 呃... 刹車的部分還要再強化嘛 所以到時候我們一起... 連刹車有全部一併都更換掉 對... 下一個細節就是... 這個後彈... 修完了 我們就要來修這個... 鋼板的懸吊橡皮 嗯... 那這總共有... 有六顆 一...二... 三...四... 嗯... 然後... 前面這邊... 對...前面有兩顆大的 那等於是這組... 這組後彈要... 懸浮的 要拿一個去塞加把它撐住 對... 好... 那今天會弄嗎? 不會了... 今天... 會 哈哈哈... 我們要逼你 哈哈哈... 我們要逼你嗎? 沒有...我們就先... 先把... 這邊都復原完 然後鋼板的部分我們...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做 好...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那個... 後面的蓋子... 上膠 對...上膠把它貼回去 嗯... 我們現在拉... 他都有... 都有... 都有多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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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樣就OK 好... 我們現在來拆... 後彈 我們現在要來拆這個... 鋼板... 懸吊的這個... 橡皮喔... 那因為這些螺絲都已經很久沒有... 沒有動過... 所以我們先噴... 噴那個除袖劑 稍微讓他搖一下 現在要把... 後彈固定起來 我們這個部分... 他就是這樣靠著... 嗯...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像U字型的... 活動樑 對... 然後我們前面還有... 一組... 橡皮... 我們等下... 這個等一下再拖下來... 我們先把... 前面那邊也拆起來... 好... 那現在已經... 已經拖開了... 我們就把... 後面給取下來... 腿出來... 哦... 好... 鋼板... 就可以重訓了... 哈哈... 很重吧... 太神要不要來接... 重訓... 好... 這個就是... 鋼板橡皮... 那這邊還有... 這邊還有一組喔... 這個... 這個是原廠的... 定位橡皮... 那這個橡皮... 現在已經買不到... 即便你買到了... 也沒有這麼大一個... 定位小... 就是通用型的... 通用型的... 都很小... 但因為這組橡皮... 完整度還很高... 所以我們就繼續沿用就好了... 沒有到破掉... 或者是已經變形到... 不堪使用... 因為主要這個... 重點是... 這個要定位啦... 這個它就是... 這邊有一個... 那個... 重心螺絲嘛... 然後它就是... 它就是這樣子... 下去... 對... 那原廠的... 它就是0對0... 直接是滿... 那如果你是... 買外面通用型的... 它這個螺絲牙... 是對不到的... 嗯... 它已經... 其實它已經偏心了啦... 但它其實這個... 這螺絲孔... 這裡比較散... 這邊比較寬... 然後取下來... 新舊... 它已經... 這整個已經偏掉了... 這邊也有... 這次是短的...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 有長有短... 對啊...有長有短... 其實它的橡皮... 這一面的... 其實這裡有爆掉了... 它已經... 對...已經壞掉了... 那因為我們現在... 放掉它... 它已經... 已經疏張開來了... 嗯... 這都是舊的... 那我們現在這... 這個是短的... 我們就拿短的來換上... 這個是短... 這是... 一個新的... 一個舊的... 好... 它其實也一樣... 有已經偏一邊掉了... 對... 偏一邊...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就... 塞下去... 好... 彈過來... 然後這邊也把它塞下去... 好... 好... 這一頭... 大顆的... 一樣把它塞下去就好了... 好... 我們剛剛拆下來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問題... 它這個... 這個鋼板的... 這個固定座... 嗯... 看它已經... 已經鬆掉了... 嗯...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然後... 這裡已經有點秀... 那就是... 我們在壓的時候... 鋼板壓... 這個鋼片... 這個鋼板片會跑... 嗯... 所以我們在壓的時候... 這個鋼板片... 它會一片一片... 會...會...會... 所以... 這邊會產生... 繡板... 嗯... 它會磨損... 對... 那我們已經拆下了... 這個... 這個... 這個鋼板片這裡會... 塞一些黃油... 讓它... 減少它的... 它的移音... 嗯... 用這個... 工型前... 把這個夾具... 重新夾緊... 你看這邊都... 其實它... 它這邊都... 它這邊都... 遠遠遠遠... 我這個工具... 直接就放進去了... 這個是... 鬆後不能再鬆... 對... 那這邊也是啊... 是鬆的... 對... 那我們現在趁它... 現在還是開了... 我們... 我們把黃油... 先塞一些下去... 然後等一下把它夾緊它就好... 好... 你看... 我們重新夾過... 就不會動了... 對... 這裡都不會動了... 那... 這個鋼板... 大概是... 先就這樣整理完... 然後... 還有一個...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長的嗎... 對啊... 長的就在這個車台上面... 這個部分就比較麻煩... 它必須把它挖下來... 它是埋在這個車台裡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取下來... 喔... 看起來就... 欸...這個... 還好它... 它很好拿... 對...它很好拿... 有的它已經... 繡得很誇張... 這個車台裡面... 跑水跑太多... 填戶外的車... 它有可能這裡面會跑水... 跑水之後... 它這個橡皮就會... 就會爛掉了... 它的... 上面的橡皮... 看起來都還算完整了... 可是因為我們都拆了... 我們就一定把它更換掉... 對... 這個就是長的... 這個上面你看... 它已經有殘留一些... 舊的... 膠質在上面... 嗯... 所以因為我們都拆了... 我們一樣... 就... 剛刷... 稍微把它... 把它打磨一下... 弄乾淨... 對...弄乾淨... 那... 它這個... 它還是會在這個裡面... 它會去刮你的橡皮... 好... 你看... 我們現在... 打磨完了... 它就沒有剛剛那個... 黑色的殘膠了... 對... 那這樣就可以... 就可以回去了... 我遇到很多... 這個... 磨損壞掉之後... 它就... 這支芯變瘦了... 嗯... 所以我們那個... 這支芯就要整個... 打掉... 車一支芯的... 因為這個... 這個不是耗材... 這個買不到... 嗯... 這個不是耗材... 它品項很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裝回去... 然後我們剛剛這樣... 這樣拿出來... 對... 如果你這樣拿出來... 就卡好油箱了... 所以... 那邊就沒有... 沒有... 沒有關係... 對... 有的時候... 我常常遇到的是... 客人... 這邊是這樣裝... 對... 那邊... 那邊... 你的螺絲... 螺絲位置... 上位不太一樣... 它有時候... 屌位置會... 會偏屌... 那我們一樣... 這個上去... 一樣噴一點細油... 比較好塞... 好... 那我們就把... 鋼板... 重訓的鋼板... 弄回去... 對... 很重喔... 很重喔... 你要拿一下嗎... 我們來看... 好... 重喔... 有沒有重... 有耶... 這個大概有... 15公斤吧... 對... 重訓... 所以要不要現在... 泰山你需要我... 現在留一股鋼板給你... 回去... 回家自己... 當個的鋼板... 不錯喔... 不錯喔... 我現在是留... 我留... 你的體格需要... 我可能會死掉喔... 好... 這樣就... 兩邊都進去了... 然後... 我們就把... 這半塊先扣回去... 裸牙是不是正常... 所以我沒有用... 偷磁腹的... 卡哩卡哩... 我們現在... 確定裸牙... 都是健康的... 我們就給你... 親中鎖... 親中鎖... 它現在就... 有密合... 它有下去了... 如果你沒有密合... 沒有下去... 它就會有一個邊... 然後我們這個... 再把它... 擺回來... 因為它這個... 鋼板現在... 梳章開了... 兩邊的現在像比位置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邊比較低 那我們現在再把這個放掉 把這個平板調到平面 它才能整個上去 因為這兩個現在剛滿位置不太一樣 這是軸有點歪 OK好 你看是它上面這個饅頭這裡啊 它就是剛好全部都緊配了 它就是拉住這個 那我們有時候拆的時候 這個機型勾會跑來跑去 對 所以我們剛才所有的 這邊的土全部都要打單一 它才能夠整個 很完整的把它壓回去了 對啊現在都沒有空隙 對都沒有空隙 對因為剛剛有一層土或油漢 它就會 它就會塞住 你可能在開的時候 這支後蛋會這樣翻 對 翻一翻 它就鬆掉了 巨型螺絲就鬆掉了 好那我們這邊換好了 我們再來拆另外一邊 還有另一邊 這一般來說可以撐多久 這個鋼板橡皮基本上 除非你要常載重 不然這個鋼板不太會疲滑掉 哦 那橡皮的 橡皮會 這個這個橡皮吧 對對對 如果你不常載東西就是正常使用 這個橡皮應該撐個三四萬是沒有問題 哦 那如果你因為常常載 載重這個鋼板 橡板橡皮 這個會去吸附掉一些 回彈力 所以它的壽命會變短 對 像譬如說貨卡類 它也是這種鋼板橡皮 它的壽命就變很短 嗯 那鋼板這邊 處理完 一樣改的 上面 特別因為我們要拆的過程中 它會去擋到排氣管 對 所以我們這支排氣管 這支吊環就要拆掉 排氣管那這個都是原廠設計 它不是靠一些吊環 哦 它是靠橡皮 橡皮 然後去空壓的 哦 自震而已 所以它是用鎖螺絲的 哦 比較特殊 感覺 也沒有壞的人 對 它這個 有一點點破證 應該是它自己塞的啦 它塞一個橡皮在這裡面 嗯 自震 通常上面這組橡皮的 受力 不會像底下那個 短的那麼 那麼持重 因為那個是 會 會嚼 那這裡之後 輔助它前後擺動而已 所以上面這個橡皮的損耗率 比較低 嗯 那我們一樣把它換掉 一樣是要換的 對 都換掉 現在打磨完它已經 乾淨很多了 對 這個先上 然後排氣管 等會把它掉進去 一一歸位 好 我們再來就要把 鋼板 拌回去 這個車弄好 還可以再開個十年 其實基本上這些車 大整理完 開個一、二十年 不太會有問題 因為這種是純機械的 那如果 再開二十年 才可以整理 可以 所以我們這個很吃虧 你看有整理一次之後 要等十年以後 要成二十年這樣 對對對 噢 噢 等十年以後才會再有人 才有可能再賺到錢 對 所以以後可能在 十年、二十年後 嗯 呃 可能沒有什麼經典車了 因為現在電器類控制的 介入的太多 對啊 妥占率反而變低 那這些純機械的 產品 唯一慶幸的是 它沒有那些東西介入 對 所以它只要 功能是正常的 大概都可以撐很久 對 就跟那個大龍電鍋一樣嘛 嗯 以前大龍電鍋 大家都愛嘛 人人愛 因為它不太會壞 嗯 可是現在電子鍋 雖然 雖然很方便 可是它相對 它的故障率會比較高 對 所以我們這就是 汽車、汽車、大龍電鍋 現在就要把 流行螺絲跟 這個檢測筒的托盤 裝回去 對 我們 最後一個步驟 最後一個步驟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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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 工程就是換鋼板橡皮 對 然後買一些 小細節再修得更漂亮一點點 嗯 好 那我們 下一次我們就來做 壓縮機 壓縮機 冷氣 冷氣 然後做一個墊點 嗯 還有什麼 泰山 你要想做什麼 這個呢 這個要弄嗎 外觀的小配件嗎 這個要弄嗎 這個要吧 這個要吧 這個可能要請百姬師傅敲了 還有這個嗎 這個我有啦 然後 再來就是內裝 還有車頭嘛 嗯 然後 再跟 小師哥討論一下有沒有要升級 升級喔 呃 看他想升級什麼 我們這邊 從那個 七千塊到幾萬塊的 都可以升級 真的嗎 真的 然後小師哥 欸別鬧了 煞車先搞好 嗯 對 跑得快也要停得下來 沒錯 對 比方比較重要 嗯 好 今天就先收工了 就在這裡 對 好 辛苦 不會 現在幾點 9點了 9點了 對 我們從 2點半開始拍 拍到現在9點 只會呈現最棒的畫面 給觀眾朋友看 對 好 記得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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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玩家最推薦的娛樂城 立即下載聚報Online